大家好,我是雅超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 圣经的六日神创论到底有多科学? 在台湾网上有一个大红人名叫蒟若 他做了许多影片,看的人很多 因为蛮好笑,有娱乐价值的 最近他做了个影片叫 圣经的六日神创论到底有多科学? 他以圣经记载,神在六天创造了宇宙 他的意思是要批评圣经没有科学 首先,圣经不是科学的书 但是我们会看圣经是很合乎科学的 这是我所做的第五个批判他的影片 这些是我做过的四个影片 揭发蒟若的错误 蒟若宣称他每五天就出一个新片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多产的YouTuber蒟若先生 除了到我影片留言说 我没有幽默感之外 对我所批评他的论点 以及我频道里解释神存在的影片 他几乎连一句反驳的话都没有 当你与人辩论的时候 讲道理为先 有没有幽默感是其次在其次了 你说对吧 其实这也没什么好稀奇的 我也曾经接受过无神论者的挑战 做了英语的影片 去批判这两位无神论的YouTuber 他们也是同样只会哗众取宠 真的有人向他们挑战了 结果跟蒟若一样 也都归缩了 不见踪影了 无神论者大都是说不出什么道理来的 否则为什么怕与别人辩论呢 其实每一次蒟若做诋毁基督教影片的时候 其实是他把他对基督教的无知表现出来了 换句话说 就是他每次都在发贱 你看 连他自己都指着自己的头 说贱 可真是幽默了 首先蒟若说 圣经说神起初创造天地 然后就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 却因为他的无知 他却错过了一个最重要的事 圣经说神起初创造天地 这与新约的约翰福音的第一句话相互呼应 约翰福音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这里有一个时间 有个开始 有个起点的概念 只若他的思想很简单 他当然对这一句伟大的话 是完全没有一点反应的 我们会看 这是个多么合乎近代科学的启示 早在没有任何科学文明的三千五百年前 神就向人宣告了 在许多的文明里 包括我们中国的佛家 印度的宗教里 时间是循环的 比方我们中国的甲子的观念 就是六十年 一甲子一甲子的循环 因此东方就有轮回的思想 一直到了近代 我们发现宇宙是由大爆炸而来 宇宙在很早以前 从一个高温高压的子力 叫做奇异点 突然之间就爆发了 从此时间和空间就开始扩散 以至于在二十世纪的时候 天文学家和科学家 发现了宇宙在向外四方扩散 科学告诉我们 宇宙包括时间 都有一个奇点 所以时间是有奇点的 正如圣经在三千五百年前 在人类没有任何科学的时候 唯有神能启示我们的起初太初 你说这是何等奇妙和伟大 最近过世的大物理学家霍金 Steven Hawking 他是个最大的无神论者 他在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叫 Properties of Expanding Universes 现在被大众争相的下载 以至于剑桥的网站最开始的时候 不得不因此而当机 在他论文的大纲里记载 这样说 Chapter 4 deals with the occurrence of singularities in cosmological models Google的翻译就这样翻了 第四章讨论宇宙学模型中奇点的出现 你看这个奇点 就是我说的奇异点 所以就证实了我所说的 那前一阵有一个霍金的电影 那他的太太是个基督徒 在明知他会瘫痪 可是仍然爱他 与他结婚 婚后也辛苦的照顾了他几十年 结果他后来成名以后 要与他的太太离婚 为的是要跟后来照顾他的护士结婚 有一次当他还在剑桥大学当教授的时候 有一天他太太跟他说 其实你的博士论文就证实了 创造宇宙的神是存在的 结果他不能忍受神的存在 后来就把他自己的博士的论文给推翻了 这些不是我在这边胡周 都在那个金像奖得奖的影片里 有很详细的记载 圣经是如此的合乎科学 而无知的举弱 他怎么可能知道呢 举弱只问为什么神要用六天 不一天就把宇宙造出来 神他当然可以一天就把宇宙造出来 但无知的举弱 他不知道神的心意 神要教导我们如何生活 神在六天之后圣经记载 神就安息了 神其实并不需要休息的 但神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为的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一直工作 我们不但身体需要休息 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休息 头脑简单的举弱 加上他对神的藐视 他怎可能读到这样深奥的道理呢 举弱又嘲笑神 为什么在这么大的宇宙里 创造一个这么小的地球 不错 圣经是神启示在地球上的人 但是思想这么浩瀚的宇宙 就只有地球这个星球 是这样适合人居住的 科学家观察了好久 都还没有找到另外一个星球 像地球一样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请问这样浩瀚的宇宙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们都知道有果必有因 这宇宙的因又是什么呢 有关神存在的讨论 麻烦你看我的影片 我有一个影片叫 用大脑就知道神的存在 你只要用你的脑筋 用你的逻辑 看一些现象 你就知道创造宇宙的神必须存在 另外我也提供了一些 神存在的科学证据 我这些资料 举若都知道 但他到现在都没一句话可说 谈到这里 我要大家想一件事 我们都知道 举若出了一个观赏率很高的骗子 叫为什么我是个无神论者 他口口声声地宣称 他是无神论者 那无神论者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被打死也不承认 神是存在的 但是奇怪的是 对一个他认为不存在的东西 他倒是一天到晚的批评 请问不存在的东西 你批评他干嘛 你不是个神经病吗 无神论就是如此这般的矛盾 你说可笑不可笑 接下来举若又取笑神说 圣经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他提出许多无神论者的疑问 神在第四天才照太阳 那么那个光是什么呢 我做了个影片 叫无神论发言人的错误 对这个问题有很详尽的解释 麻烦你去看一看 举若对圣经说神创造的时候 说神看着是好的 非常的感冒 认为神是很自恋 其实举若自己才是很自恋 所以他就会认为别人也自恋 你就光看他做那么多 吹捧自己的影片 他明明不愿意别人知道他是谁 但是仍然戴着墨镜 戴帽子 要露出自己的脸 你就知道了 圣经有一句话说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这正是他的写照 神看着是好的 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就出现了五次 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若一件事重复的出现 它一定很重要 或者是很有意义 神看着是好的 是表示神做事总是尽善尽美的 神是有审美观的 在创世纪一章26节27节那里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什么叫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人 在约翰福音4章24节那里说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神是没有形体的 所以这边所说 不是神跟我们一样 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 这里说的是 我们是照着神的俗性造的 最少有三样 第一 神是创造的神 所以我们人类是有创造性的 今天的科技的进步 就是因为神赋予人的创造性的结果 第二 神是圣洁的 所以每一个民族都有道德观 第三 神是美的神 所以我们也有神美观 这些是我们人类所特有的 是与别的任何动物决然不同的 神给了我们这些独有的俗性 因此人是万物之灵 可以掌管一切的动物 你可曾看过一只狗 捡到一根骨头 他要把它藏起来 就挖了一个洞 把它埋了 但是狗绝对不会倒退几步 看看那个洞挖的美不美 我太太以前喜欢擦花 可是它擦的时候 花很长的时间 擦了一朵后 就会退后几步 看能不能再改进 使那盆花擦得更美 因为它是个完美主义者 微软和苹果的电脑差在哪里呢 都能用 但贾伯斯比比尔盖茨 就更有审美观了 微软只求有功能就好 但苹果的要求 不但要有功能 而且要美 所以现在苹果成为一个名牌 再贵也有人买 你想想看 圣经里的内容真是丰富 可怜蒟若 因着他的无知 他是永远也不可能读到这些圣经的争议 更必要说他能从圣经中得到帮助了 举若又抱怨了 神还没有照太阳 怎么定日期 早上还是晚上 因为他不知道 创世纪是摩西写的 犹太人的一天是从太阳下山开始 所以圣经以犹太人的说法 把一天的二十四小时说成 有晚上 有早晨 这是第几日 神对以色列人说 宇宙是神在六个二十四小时造成的 摩西的用语是根据他写创世纪时 犹太人的用语 可是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圣经就是这样不科学 因为我们有化石是千万年之前 那怎么可能呢 这个的确是个大问题了 但是我们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相对论里有一个相对速度 若两个移动之物以不同的速度飞行 它们的时间是相对的 这个是相对论的时间的公式 右下边的C是光速 V是飞行的速度 若一物以光速飞行的时候 它的时间是静止的 我们刚刚提到宇宙大爆炸 你看这个图片 上面都已经标出来了 刚爆炸的时候 宇宙是以静光速向四方扩散 意思就是说 宇宙开始的时候 神是以静光速的飞行来创造宇宙 而地球上的物呢 是在地球上是不动的 因此创造的时候 神若以静光速飞行 对神来说是六天 而对地球就可能是亿万年了 圣经在彼得后书三章八节说 亲爱的弟兄啊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这就告诉我们了 神的时间是不跟我们想象的时间一样的 这些东西对无知的菊若来说 铁定根本就是天方夜谈了 因为别人都提出来 他却没有说 只说那些次要的 不关紧要的事 也许菊若应该再请他的赞助商 送他另外一顶帽子 他可以轮流拿来戴 这样就更有幽默感了 现在我要郑重请菊若的粉丝好好思想 你应该看得很清楚了 菊若对圣经的认识实在是太可怜了 你若要看他其他胡说八道的影片 我实在是无所谓的 但是你若还想继续看他 所出的诋毁基督教的影片 我就要为你觉得可怜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若要看他出丑 当做娱乐 那也就无可厚非了 最后我要警告菊若 你若要继续的彰显你的愚昧 你就继续发诋毁基督教的影片吧 我已经说过了 我再说一遍 你只要出一个 我就会回一个来批判你 你自己看着办吧 谢谢收看 在我的频道里 还有许多相关的影片 欢迎你去观赏 若有任何指教 请来信 我的email address是 belcntog at gmail.com 谢谢收看 愿神祝福你